小枫 家里给我送衣服来了 小枫姐姐好 你好 坐吧 坐吧 一哥哥坐 坐 是这样子的 叶妈妈帮你订做了一套礼服 让你去参加 安寇的六十大寿穿的 叶妈妈 让我把它带过来给你 叶哥哥你看 叶妈妈每次帮你订做的礼服 你穿起来都好帅呢 那我先收起来了 要不我包个什么汤 给你送去实验室吧 不用麻烦了 没事 喝点水 来 家里 喝点水 谢谢 小枫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啊 叶哥哥 那我先回去了 小枫姐姐 我们后天见喽 那行 那你先回去吧 我们后天见 叶哥哥 你送我一下吧 好 那小枫 那小枫 我送一家佳妮 马上回来 真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爸妈今晚赶回来 司机去接他们了 家里另外一个师傅 去接了我爸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所以 我让叶哥哥送我一下 小枫姐姐 你不介意吧 快去吧 行 那我去了 走吧 嗯 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礼服 叶佳 你知道吗 小枫 小枫 你还没睡呢 个性还差一点 很快就好了 小枫 明天是我爸六十大寿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顺便也可以见见我爸 我怕我去了 会惹你母亲不高兴 小枫 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呀 没有 我还得写小说呢 不能让我的粉丝失望啊 叶佳 不是我不跟你去 我是觉得 我做得还不够好 怕你父母不认可我 我都不认为你 小枫 我又不是傻子 我能看不出来吗 我妈在的时候 我就看出了你不高兴了 我妈这个人 我太了解了 只怕 无论你怎么做 她都不会满意 她看好的 是女孩子家的背景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为难你 这次 我就不去了 下次一定陪你去 毕竟这回 是你父亲的大寿 肯定会有很多记者的 我如果去了 就让你母亲不高兴 闹出什么新闻来 大家都会不愉快的 晓风 明天啊 你就早一点回来 我在家等你 那好吧 那你别写太晚了 早点休息 我先去洗澡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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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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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里面请 您来的 敬礼坐会儿 等会儿去找你来 老爷子 恭喜恭喜啊 祝你古诺东 海盛 美兰山 谢谢 谢谢 张太太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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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李总 叶总 生日快乐 里面请 里面请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你好 叶总 生日快乐 你好 张太 好 欢迎欢迎 到里面先坐一下 张总 叶总 你亲自来了 叶总 真好啊 你好 叶太太 谢谢 叶好 你好 叶太太 谢谢 叶宝宝 三年你来了 三年你来了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叶妈妈 叶妈妈 里面请 里面请 三年抱一下 抱一下 帅了 待会聊 里面请 下好 前处 ib십 那 sac 和我说 老 老 里面还 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伯父 李宗 来了 您的身子越来越硬朗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啊 李宗啊 叶波能教你这样的朋友 我对他都刮目相看啊 伯父 能教叶波这个朋友 是我的荣幸才对啊 好 祝伯父福如东海 寿彼男生 谢谢 谢谢 李宗 你先进去 那可不是超级帅哥李宗吗 恭敬不如从命 是啊 对 老爷子 倒是咱们哥俩啊 一定要多喝几杯 怎么能说啊 你没发现 他跟叶波的神态很相似啊 李宗 你怎么一带女伴来啊 我还没女朋友呢 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第一时间带来见你 确实有点像 但是气场可比咱们叶波大多了 等会儿你要看中哪家千金告诉我 好 我当场给你做大媒 好吧 谢谢伯父了 不过啊 我可没开玩笑哦 李宗的气质 倒是跟老爷子有点像 不会是老爷子的私生子吧 说不定 爸 元元来了 元元 叶伯伯好 真好 我来介绍一下 元元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叶波的未婚妻 她呢 你好 是我一位世交的女儿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叶波 你带李宗先进去转转 好 来 走 元元 天国你伯母 元元 你来了 伯母您好 好好好 我带你去见其他的伯伯婶婶 来来来 好 我们先过去了 去吧 三弟 你这个未婚妻 从哪里冒出来的 芬妮哪儿去了 大哥 选择芬妮 老爷子会吃了我的 其实芬妮对你很好 你跟芬妮 真的结束了 她为了你连事业都放弃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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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在这个家里面 我只能接受 家里给我安排的女人 老爷子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否则 我就会被老爷子 扫地出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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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是 这是我太太 这边是李欢 电视里面应该见过的 你好 你好 真是比电视上还要帅呀 任太太也是风姿过人 谢谢 谢谢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来 我们来碰一杯 来 来 干杯 这个哥哥好帅呀 对呀 这是李欢 是李欢啊 我们喝个饮吧 来 一哥哥 家宇 你来了 叶哥哥 你今天好帅 嘉妮来了 叶妈妈 不好意思来晚了 你看你真是漂亮 嘉妮姐 你今天好漂亮啊 裙子和表哥的礼服好配啊 真是金童玉女 你爸妈呢 爸妈他们去接大伯父了 估计会一起过来吧 太好了 媛媛和安妮他们都在问你呢 媛媛回来了 你们先好 叶太太 我等会儿去找她 陈太太来了 叶太太好久不见了 最近还好吧 叶博士 叶博士 叶家 好久不见 叶家 叶好 这位就是叶总的公子 年纪轻轻 就是博士学位 大哥 大哥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你那些粉丝呢 今天美女不少啊 真是 美女如云啊 那 那 你刚刚说哪个美女啊 那边 他们在那儿呢 我带你过去 走 这个美女 大哥可享受不了 林嘉妮 我哥的未婚妻 我妈亲自给她挑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她跟冯丰比如何呀 叶家什么态度 叶家什么态度 在我们叶家 从来就没有个人态度 你看 她不是也不敢把冯丰 带过来吗 我还指望着 她能跟我们家族 上演一场对战大戏呢 不过 冯丰 是没什么机会了 那边叫我 我先过去了 叶哥哥 叶哥哥 贾妮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不开心吗 没有 这儿人人都这么开心 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那就好 你少喝点酒啊 表哥 你在这儿干吗呢 珊珊 在初五十好 贾妮姐 我们去那边玩吧 叶哥哥那我先走了 你少喝点啊 好 叶叔博士拜拜 叶哥 我们先走了啊 走吧 贾妮姐 好 然后 他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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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说八道 你害怕了是吧 你害怕你得不到叶家的那份家产 一辈子听你老子指手画脚的 你是个男人 不是个孩子 该反抗的时候 你又必须站出来 是吧 那个女孩 是你家里人给你选的吧 你必须要做出个抉择 如果你负不起责任的话 趁早告诉冯芳 别耽误了她 别耽误她 好 张总 叶老先生 你亲自来了 生日快乐啊 祝你不如东海 瘦比南山 叶公子 谢谢 谢谢 来 咱们干杯 来 先喝点东西 好好好 大哥 叶哥哥 找你半天了 怎么在这儿坐着啊 怎么了 没事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 大哥 哥 你们该不会是为了大嫂的事在 孙弟 我们真的没事 叶哥哥 大家都在等你呢 就去你了 走吧 我们去那边 佳妮 你去吧 我不甘兴趣 哥 我没听错吧 咱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感不感兴趣了 妈在找你呢 大哥 你也别在这儿闷着 那边有那么多你的粉丝等着跟你合影的 我跟你过去 三弟 你先过去吧 缺了我没事 缺了你可不行 走吧 走嘛 走嘛 叶哥哥 贾妮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吧 佳妮 我们走 李欢 你没有听到我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吗 还不走 这个女孩是你家里指定的 你想怎么处理跟她之间的关系 怎么处理那由我自己做主 用不着你来操心 你这个可怜虫还能为自己做主 叶佳 你给我时刻的记住 如果你有一点点对不起冯丰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们一起祝老爷子生日快乐 不如东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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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佳妮 来来来 安靠 来 你能吗 叶佳呢 叶佳呢 怎么没看到人呢 你也知道你这个呆儿子 一向不喜欢这种应酬场面嘛 好 说不定她又躲在哪儿看书呢 叶伯 你不带媛媛到处逛逛吗 好啊 那我带她去转转 多陪陪人家啊 叶佳 干嘛一个人在这儿喝酒 叶佳 你会喝酒 我竟然不知道 好了好了别喝了 你喝这么多 别管我 你干什么呢 孩子喝醉了嘛 喝多了 妈你看我 这么清醒 像是喝多了吗 妈我跟你说 这次 是为爸的六十大手 我够给你们面子吧 但是下次 别再找我 叶佳 你胡说些什么 老爷子没事 他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吧 没事没事 来嘉宁扶一扶啊 我是可怜虫吗 我做不了自己的主吗 好了你别说了 来来来嘉宁 不喝了跟你说别喝了 喝那么多 别碰我 哥 叶佳 好了 你不要再拿了 爸走走 你别碰我 走 你放开我 叶佳 叶佳 叶佳到底怎么回事 慢点 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 喝得跟个死人一样 沉得像头死猪一样 叶小哥哥 你别这么说叶哥哥 他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喝多了 现在就知道替他说话 好啊 那 麻烦你照顾他 我回去陪客人了 你去忙吧叶小哥哥 佳妮 先下手回墙 叶哥哥 我去给你拿水啊 叶小哥哥 叶小哥哥 喝口水 我去西酒 我去给你拿水 等你 我去拿水 淡不打花灭 吃得多快 配沙灭 底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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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姐姐 喂 叶佳呢 叶哥哥他喝多了 已经睡了 他怎么了 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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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佳呢 您拨打是 您拨打的电话 好好好 明天再聊 慢走 豪太太慢走 波父 再见 波母 再见 李煥 有空呢 多来坐坐 一定 叶波 你去送一下 好 告辞了 再见 大哥 我得劝你一句 冯丰的事啊 你趁早别管了 你有那时间 还不如多泡几个妞儿呢 你说是不是 我得劝你一回事啊 走了 叶总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再见 拜拜 接波母 先走了 慢走 下次再来看你 好了吗 叶总 告辞了 都好了 好 多谢款待 好了 拜拜 门 告辞了 快 来打 麻烦 爹 周老 岳 监 优优优独托 缝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碰巧路过这里的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我送你回去吧 这儿不好打车 不用 真的不用 李欢 为什么要碰到你 这个时候 我最不想见她的人 就是你 冯峰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你干什么 这是根本打不到车的 不用你管 你是来找叶家的是吧 她没事 只是喝多了 你是在看我笑话呢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讨厌 你放开我 冯峰 她只是喝多了 真的没事 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冯峰 你今天回去好好睡上一觉 明天叶家一定会回来的 我送你回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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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好听吗 傅庸风雅 你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 但是你听得懂啊 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 笨蛋 记得你跟我说过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语 我那天路过音像店 听到了这个调调 我就问当时的工作人员 他跟我说 这个是法语民歌 所以不就买了一张吗 记不得了 冯冯 其实叶家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只是今天晚上喝多了 男人喝多了不是很正常吗 别担心了 他一定是因为压力大 才会喝多的 就是 你看看叶波和芬妮就知道了 再给他一点时间 叶家有主见 跟叶波不同 我一直都相信叶家 对了 有件事情我忘告诉你了 你今晚真漂亮 谢谢你啊 晚安 晚安 我会安排 这个原因 都正好 怪他 我们太不敌打了 这么晚的 你让我再发现 哪里 是 没有 小凤 给我倒杯水好吗 叶哥哥 你醒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家妮 你怎么在这儿 你忘了 昨天你喝多了 我和叶小哥哥 把你扶进来的 奇怪了 这个点小凤 为什么不在家 叶哥哥 你去哪儿 我还回去了 我一晚上没回去 你小凤姐姐肯定等急了 谢谢你照顾我 我生病的时候 也是你照顾我的 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 那是应该的 那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对了 家妮 以后啊 你少跟我妈 他们那些老年人在一起 你啊 应该有自己的圈子 自己的朋友 知道吗 那以后 那以后 我常去找你 跟小凤姐姐玩 我还吃小凤姐姐做的菜 好 那我走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嗯 嗯 你会痛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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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回来了 我明天出差 所以今天必须要回来 小枫 你这裙子真漂亮 你买东西都是成对的 我的呢 过来吧 坐下 我给你看 嗯 好看吗 嗯 好看 小枫 我想穿上试试 嗯 小枫 怎么样 帅吧 真帅 小枫 你一个人买了礼服 我居然连带你回家的勇气都没有 好 请你原谅我好吗 千万不要这样说 叶佳 我理解你 谢谢你 小枫 小枫 其实我觉得 你没有跟我回去 是对的 那么多冷眼 还有刁难 你不需要去面对 我们只需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 小枫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好不好 反正 我要生活在一起的人 是你 又不是别人 小枫 小枫 嫁给我吧 好 好 芬妮 芬妮 你还是付出吧 你吸引时间不长 观众没有忘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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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能给你的 你家里给你什么条件 进入董事会 主管欧洲市场 还有 以后过亿的遗产 也不 这个钱 我收下了 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 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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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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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超级帅哥的决赛已经开始了 你为什么现在要退赛啊 没意思 不想玩了 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你呢 你的贴吧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你知道粉丝们都怎么说你吗 我给你们读读啊 好好的一个帅哥怎么要退赛了呢 李宗盛 如果退赛这个节目我坚决不看了 呼吁李宗尽快重返赛场 没有李宗生于何患 你有没有想我呀 我有病啊 我吃饱撑的 李宗盛 你现在退出 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啊 我以前还一直担心你 怕你适应不了这个社会 没想到你做得风生水起的 你真的太适合做明星了 你要是放弃了 你会干什么呀 我会干的可多了 不信 等着瞧吧 迷依一样的大哥 神一样的男人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你这样的生物 还挺自信的 就是啊 说真的李宗 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炒果 现在在玩期货 我把我所有的财产 加上叶波拿来的两百万 全都投进去了 你们猜 我现在赚了多少钱 多少 一千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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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资产 已经超过九位数了 牛啊 对了 我最近 买了一套庄园 很快就入住了 你们有空 可以来做客 没问题 自己还搞了个快活林 服了你了 我去他家看一下 好 很快 你 你赶紧去啊 你不是做梦都想着你的陈皇后吗 现在有机会了 你怎么能让芬妮 你 我送你的花你为什么送给她啊 这不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吗 还用我说明啊 没有人比芬妮更适合你了 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熟悉的三张面孔之一 又开始胡说八道 没有 说真的 芬妮现在可是单身 时机刚好 赶紧下手 那要是你也单身 是不是也随我选呢 凭什么 你对别的女人都比我好 我才不愿意呢 如果说 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呢 你当我是几岁的小朋友啊 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我哄住了 你像我这种 老爷们儿 一点都不适合你 你干什么呀 空木场合呢 你以为我喜欢你啊 只是觉得 你这个老朋友需要安慰一下而已 不用 喜欢我的人海了去了 不少你一个 是吗 喜欢你的人海了去了 你是不是以为谁都喜欢你啊 其实你长得很一般好不好 什么 二般 什么 一般般 你 你这张嘴啊 注定孤独终老 找你的皇后去吧 我送你 不用 你陪我待一会儿吧 我自己光 放手 蠢女人 看 怎么哪儿都有她呀 真晦气 算了 翻不着为她生气 你跟我表哥是金童玉女 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黑乌鸦 算了 神山 要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 我今天非教训她一顿不可 你 不要啊 快 冯峰姐 你一个人啊 好巧啊 要不我们一起逛吧 不了 你们逛吧 我随便看看 那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别管 冯峰 冯峰 冯峰姐 你没事吧 不是说让你注意安全了吗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冯峰 你没事 冯峰 冯峰 快走 走走走 冯峰 快 先把船开过来 好 好 没事吧 冯峰 冯峰 走吧 嘉妮姐 走 冯峰 来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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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峰 靠着我 靠着我你就不冷了 别管我 我不需要你来看我笑话 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特别可笑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 刚才推你的是不是林嘉妮 李华 我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 我不需要你对我好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李华 林嘉妮对你这样 叶家她知不知道 叶家她根本就不爱你 她就是想占有你的身体 她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啊 你死心塌地的对她 你死心塌地的对她 她怎么能这样 混蛋 没事啊 有我在 我 有在哪儿 你这幻别人 你怎么不需要我 在哪儿 不可以 你不需要我 有在哪儿 有在哪儿 我还可以 来 师父 来 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啊 李欢 你放我下来吧 快点 给我 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 第一个家 你曾经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你看我还美吗 不是说 没了发型 就没了爱情吗 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永远 都是最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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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